今星期的好戏场 继续有艾力在此 今次这部电影很不适合我说的 因为是一个身形渺小的男生 他的世界观 他的爱情观 那个渺小不仅是身材比较薄一点 还比较矮小一点 说五尺不够 差不多是一个小学生的身形 怎样去追到女神呢 其实是宿水情人梦的法国电影 很多人都会觉得法国电影一定很闷 这一部大家就不需要担心 是吗 有这个错觉吗 很多的 我去看这部电影之前 我跟女生朋友说 哇 你看我那份 很多人都停留在法国电影比较闷 比较荷里活电影或港产片 都是可能文艺一点 这一部就完全不同了 是一个非常幽默跳皮 其实连题材都很有趣 就是一个很矮很矮的男生 去追一个女神 来到很高的身形高挑 模特级身形的女神 所以这一部电影非常有趣幽默 他的开放那段非常吸引 他完全有法国电影影子 那种幽默是窩心得来的 追看性很高 我其实挺认为这部电影 我刚才开场说 大家对法国电影一种观感 法国电影我首先会认为 我不会说是闷 但节奏可能是有点慢的 这是真的 但是另一颠商呢 我会认为那种浪漫 我想很多男女都知道法国本身 法国人的文化是有点浪漫的 为什么呢 拾文要发色拾文 这些较习的东西 是法国人是挺专属的 所以这次这部电影 你说爱情观 那种互相男女之间的角力 尽管的角力不是说 我捅你一刀 你片我一下 是大家有点调情的感觉 跳好像四拍布那些舞蹈 你走前半步 我退后半步 那种呢 是真的法国人那种调情的感觉 才拍得出这种的味道出来的 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就说 法国人比较浪漫一点 但怎样浪漫呢 你很难说出口的 坊间呢 你可以找到书 你去书局见到 法国女人的浪漫秘笔 但是你不会知道 法国男人如何浪漫呢 是否全部口甜舌 或挂在口边就是浪漫呢 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是 男主角 就是之前星光梦女人的男主角 是 很可怕 他用特技 出去变成一位喜仔 其实虽然这个男主角是矮 但是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是 一阶段也见到 他的 简单点来说 很多人都以为是个猪魚 是矮仔 但是 虚被人 他是自己招唤 虚被人 但是 在他的谈吐内 也都充分显露出 原来 他那种幽默 那种自信 这一部电影呢 又看到男生和女生的角度 我自己覺得他比重放在女主角上是多 男生 你看一個矮仔 追求一個女生 一個美女 或者電影中是一個有錢的女律師 其實固自然一定要克服那種自卑心態 必然有 但他放了很多著墨 就是女生如何克服 或者說服家人朋友 甚至前夫 我要和這個男生一起 這裏著墨 亦是很有耐心 很好看的 其實這次在剛才的卡司所說 女性角度的描寫多之餘 我會覺得這次這部電影 那種浪漫是很法國片的 但其實整條計劃很像香港片 如果單是說這條計劃 是用愛形去談一場戀愛 就是用愛形來擺整條計劃 一個最大最核心的賣點的話 我想大家一定會想起瘦身男女 而這次的玩法 只不過我不是說肥瘦 我是說高矮 他這種玩法的人 我是更加喜歡多過瘦身男女 我想起其實我看下去的時候 他有很多笑片 很多get位 其實又好像香港的性葬罪女 其實挺香港的 對 那種感覺 所以有時候有些戲 我們看的時候不明白別人的get位在哪裡 這一套看下去就很親切 而且也很瘦身 我們已經說瘦身男女 我還記得那部電影出的時候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尤其是肥人會發聲 你說到最後 劉德華要變回型腦 Semi要變回瘦 他們才走在一起 那就沒有最初的原意 我們說放下我們的有色眼鏡 外表不是最重要的這件事 但這次這部電影就很秉承到 最後的男主角不會高 對不起 高不了 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所以我很喜歡戲裡面的一幕 我劇透一點 其中一句對白不是什麼大招 其中一幕就是在說 總之女方那邊 可能受到家人的影響 身邊很多合作夥伴的影響 就會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應該跟這個矮仔繼續一起呢 但是他講到自己的內心很痛 但是男方個子那麼矮小 他說其實同一時間我的頸都很痛 有時候這些細微的位置 這些對白就真的很法國人的專利 還有他其實沒有很多很雪教的感覺 他輕輕就已經可以表達 另外有一個你說的對白 就是女主角的媽媽就跟他說 他不正常的 而女主角的爸爸其實都是不正常 他都是有點口吃 說不到話那種的 其實他這裡跟他說 其實這個世界裡面最不正常的是來的 跟他媽媽說 其實一些很簡單輕輕的對白 有一點輕鬆幽默 然後就可以帶出他想表達的意思 所以這套戲絕對是看得很舒服 而且又浪漫又窩心 會令到大家很多時候 我們有很多所謂的 現在新的terms叫外貿協會 有些人是專門外貿先決 英俊 英俊 我就走到他身邊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看別人眼中那種美與醜 是不是其實自己心裡面那把尺的美與醜呢 其實別人本身都有自己不同的高矮肥修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這樣看別人呢 這些所謂可能你擔心外界給你的壓力 目光其實是不是自己給自己不必要的枷鎖呢 這些在看戲的過程裡面 是的 我就這樣說出來的時候 可能很沉重很heavy的大道理 看過程的時候挺幽默笑一笑 然後你有反思空間 我覺得很成功 就是看一套這個縮水情人夢 好過看那些如何克服自卑的心的書 其實男主角有一個很charm的地方 就是你很想認識這個人 因為一個有缺陷的人 他不會自己欺騙自己覺得自己不是的 他真的接受這件事 而在他的演繹感 當然有一個型男來演 只是變小了 但是也可以看到他的自信 他的怎樣對人生態度 也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正能量 是的 我們看到男主角可能在高度上 比一個正常的男人 真的遠遠矮著一大距 但是我們從他的自信 學識 收養 怎樣被人侮辱的情況之下 依然是做到一個 gentleman 他內在的高度 我想遠高於任何一個你和我 是的 所以我想都 很高度推薦的一部 發色小品電影 這次卡士先給分 我會給8.5分 是 唯獨是去到最後 始終大家都預期到 他們要克服的 就是怎樣去看待塵世的目光 怎樣去處理這些心理的壓抑 掙扎 這裏就比較正路了一點 開頭就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會給85分 我享受他的正路 我比較100分 我90分 是的 我都很喜歡 這類型的發色小品 的確有些法國電影是比較慢一點的 三個多鐘大家也看過的 這次這部很爽快 真的在說兩個小時都沒有的時間 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幽默 有他的浪漫 有型男有美女 有Juicy的娛樂星 齊齊齊 所以我給90分 這星期推薦這部 縮水情人夢給大家 就發一場美夢 愛情可以很簡單 放下很多門戶之見 下星期再和大家推薦其他電影 拜拜